這邊就是我們家的客廳啦 請看 哇 view超好 哇這根本 室外桃園 其實這個是女兒的房間 他還有屬於自己的書房 為什麼會隔出這個書房 其實呢 就是他爸爸偏心 因為他佔用了我的更衣室 剛剛說你這邊室內瓶數是幾瓶 130左右 130然後公社這樣算下來三成嗎 差不多 130乘以3 40瓶 然後今天這個採訪很勵志你知道嗎 因為姐家的公社就比我家還大 真麗姐好 嗨大家好我是真麗 這個玄關超級大的 你知道嗎 你看我可以在這邊旋轉都沒有問題 做這個鏡面是故意設計的嗎 對因為就你出門的時候 剛好可以對真麗你的服裝儀容這樣 這邊就是我們家的客廳啦 請看 哇 view超好 其實這邊的社區它就是花園廣場 那為什麼叫花園廣場 就是因為它中庭有種一些樹啊花 覺得這個高度又剛剛好 就是這個樹剛好你就可以看到 然後對面又看不進 保有隱私然後又有景觀 對 這邊是陽台嘛 那陽露台這邊有知災 可是因為畢竟有時候不想讓別人 就走出去 其實我覺得老公在設計上還蠻有 蠻用心的 因為他沒有做一大片 他做這種鏤空 光線還會進來 可以進來不會整個就蓋住 我覺得我們家設計還有一個蠻貼心的 因為我老公自己設計的 就是這個椅子 兩邊都可以坐 那畢竟哥你轉過來 好 你現在轉背對 你在背對 我們是不是可以四個人聊天 喔 我們這樣就可以四個人一起聊天了 接下來這邊就是我們家的廚房 那其實這個廚房呢 是每天都有在使用的 就是因為晚餐大家都會回來說 會在家裡吃飯 我女兒跟我兒子有在做一些甜點 跟蛋糕 所以他們自己會弄 所以我們家那個烤箱是為了 他們要做蛋糕 我老公特別去裝 你的廚房其實整個色系用的 很像來到什麼bond 對對對 我一直覺得我老公為什麼老是 要把家裡弄得像夜店一樣 我也搞不懂 就很有氛圍啊 他就喜歡那種暗暗的啊 這邊廚房其實也是 我老公他自己去挑的燈飾 幹嘛 哇這根本 世外桃園 因為色系跟外面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就是他就是要把它區隔開 其實這個是女兒的房間 這邊一面就是他的衣� 是 放衣服的地方 重點是因為他還有一個梳妝台 哇有梳妝台 對還特別為他準備了一個梳妝台 那當然外面是他自己的小露台 然後這是木頭百葉嗎 對木頭百葉 而且他是整的 好棒喔 他是這樣 拉起來的有沒有 一直拉起來 這樣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露台了 就是他的浴室了 你看他的浴室超美的 超級大 而且我女兒超會享受的 而且我覺得爸爸在設計上 我覺得他真的是蠻有想法 這是瓷磚嗎 瓷磚瓷磚 這是瓷磚 這個花紋設計很少見耶 對 而且是這種劍型的 女兒除了有自己的房間 他還有屬於自己的書房 為什麼會隔出這個書房 其實呢 就是他爸爸偏心 因為他佔用了我的梗衣室 對耶 是我的梗衣室被切了一半給他 當廚房 我這邊有個鋼琴耶 對對對 這是我小時候在彈的鋼琴耶 我們先談到這好了 因為沒有坐著不好談 沒有 信手你來 那主臥室其實就是不外乎 符合男主人的要求 是 要有按摩儀 好 有按摩儀 然後呢 有電視 那你看這個房間 雖然都有獨立的那位設備 對 可是唯一房間有電視 只有我們的房間 因為他不希望小孩 都待在房間裡面不出來 他是可以轉動的 太棒了 對 所以當我老公想要按摩的時候 他就可以直接 坐在按摩椅上看電視 講實話啦 我確實沒有待在台中的時間 比較長 所以你現在看到櫃子裡面 全部都我老公 買這個房子 大家不要看他這樣 他已經是10 他大概應該有個12年 12年的年 看不出來 他因為保養得非常好 他可是當初買這個房子 是因為我的朋友先買 看完我就很喜歡 所以我就叫我老公買 那時候巴奇那裡 也有在推出新房子 那我老公跑去看的時候 就更喜歡那邊 因為那邊是一層一戶 而且是頂樓14樓 那我老公就想買那 所以他那時候也買那邊 那兩邊就看誰先蓋好 那邊先蓋好 巴奇先蓋好 那我老公說那邊先蓋好 要不然我們就搬去那裡住 不是啊 那可以租給別人 當收租啊 對啊 那時候有 那時候我們也是這樣想 我就說到時候蓋好 就可以租給別人 可是後來因為這邊的規定 就是管委會的規定 是不能租給別人 不能租 對 只能就是 所有人 持有人住這 你剛剛說 你這邊室內坪數是幾坪 130左右 130 然後公社這樣算下來 三成嗎 差不多 130乘以3 40坪 今天這個採訪很勵志 你知道嗎 因為姐家的公社就比我家還大 哇 這40坪 你看公社也比我台北買的房子大 我台北買也買36多而已 可是她36 她就36 實在的才36 因為她沒有什麼公社 所以現在現階段的這個狀態 現在就非常滿意 真棒 今天謝謝芝莉姐帶 我們來觀看妳美麗的家 謝謝 謝謝